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是后任的首相 很多人讲安诺 我说不是安诺 支持安诺做首相的是行动党 不是回教党 因为回教党的吃盐多 党严多 竞选的细位多 他们肯定要拿来自己做 对吗 这个是政治 很多人说回教党就回教党 也不对 回教党的领袖 做这个国家的首相 将会带来这个国家各领域的发展 负面的打击 世界上有54个回教多数的国家 包括南西 只要任何个国家是以回教治国 大多数都是非常的落后 因为开导车的政策 所以很多人说 回教党的端之怕看手看脚 跟我们非回教徒没有关系 不对 跟我们是细细相关 因为在世界上 如果你的惩罚是看手看脚 你是违反的人权 当你是违反的人权 那么在吸引外资 旅游业 服务行业 哈巴拉可以说 受到股市 这也包括马来西亚 甚至我也说 如果如果回教党 他的领袖 正式的成为我们的首相 我们的股票市场 肯定会跌 从目前的1600多点到1000点 所以308过后 五个州是反对党的州 三个是回教党的领袖担任州大城 所以来阶的大选 如果州不州变天 同样的 州大城是回教党 我敢说州不州的兴术的发展 各领域的团有 尤其是巴卡兰的发展 伊斯坦拉的发展 总共澳洲最少900亿的发展 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将会成为一个事实 如果同胞们 响应行动党的以华指导